然后我们把脚一样推直 试试看看这里能不能推直 这边其实推脊脚一架绳也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你可以再把绳子拿回来 然后放在你的脚球上 然后这边尽量手轻轻扶着绳子 让脚球持续推着绳子 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你的腿有没有伸直 所以收紧肚子让你的肚子尽量往下背压 进地板脚推绳 然后大腿尽量有个内旋的力量 好像中间夹了一个瑜伽砖把它夹紧 脚持续推着绳子 然后我们停留 停留几个呼吸 让你的腿感觉伸直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试着在平常的日常 把腿尽量的可以让它推直而不放松 所以其实平常的日常保持中立 Nutra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一点点力量放在里面的 不是完全放松的 毕竟美丽的事物都是需要有一点努力的 所以下背其实压上地板 然后 很好 好 最后一个呼吸 好 试试看 把你的绳子留给右脚 你的左脚慢慢的来到地板 左脚放松就好 好 我们刚刚做了开关 所以跟刚刚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一样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用坐的 后来用站的 现在用躺的 好 一样来躺的时候 你的右脚推绳 绳子将给左手 右手打开 然后你的脚推着绳子 伸直的腿去左边 把它伸直 伸直去左边 伸直去左边 然后尽量往头的方向拉 你躺着的时候 应该比较容易把脚拉高 所以你试试看 右手拉着绳子 让脚可以抬高多一点 靠近头多一点 然后A比试试看 脚再把它推直更多 对 很好 手不要放开绳子了 让你的手拉着绳子 把脚抬高 提向你的头的方向 假设我现在的脚在这 然后提高往头的方向 脚是保持推直的情况 对 很好 再一个呼吸 慢慢的再把你的右脚 推着绳子往上 回到天空 交给你的右手 我们从怎么开始的 怎么结束 只是这次我们用躺姿 所以你的右手拉着右脚 脚推着绳子 慢慢的去右边 好 一样 让你的手拉着绳子 让你的腿往上靠近多一点 好 这边注意你的骨盆 注意我们两边的宽骨 甚至都可以再向城 放松打开 很好 好 再一个呼吸 脚推着绳子回到朝向天花板的方向 你的左脚 回来跟他会合 左脚 绳子换给左脚 右脚回去放松 好 你的右手还是拉着绳子 好 现在把你的左脚 推绳子倒去右边 然后你的左手打开 让肩膀平均在地板 现在是对上边 所以 左脚去右边 然后右手试试看 拉着绳子再往头的方向靠近 所以可以再把你的脚拉高 躺着的时候比较容易拉高 而且比较容易感觉推直脚的感觉 Jane的脚在空中吗 没有空间对不对 OK 好 然后我们再次把你的左脚往天空推 绳子交给左手 好 左手同手同脚 左脚左手去左边 然后再把你的腿往头的方向拉高多一点 然后这边觉察宽骨 把宽骨完全放松 腿一样哦 左腿推着绳子往外 手跟肩膀也放松 左手有拉着绳子的力量啦 所以左手比较难放松 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脚 扣到脚的话 其实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好 然后我们把脚慢慢的往上提 然后回到垫子上 好 甩甩你的腿 松松你的手 放松一下下 整个时候拉这条绳子 然后另外一只脚的这里会很酸 对 很正常 对 很正常 超酸的 超酸的啊 因为你单脚站立的时候啊 你会用到更多你的脂肪 跟脚板的力量往下打给你稳定 所以他这整条腿就会因为你的单脚站立而努力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很少练习单脚站立的话 尤其是那个跟平衡有关嘛 所以如果比较少练习的时候 你就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是站在地板的那只脚 比较有感觉酸 可是等你练习久了之后 然后扇子的脚通常都不会有感觉酸 通常都是上面的脚很酸 对 但是 但是 呦 这里超酸的 很酸啦 对 嗯 对对对对 酸到不行 所以通常 那么 那么 婚语 感谢观看